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身影沙正式摊牌半球赛对手刘斯文 球迷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的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国拼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 近期国拼正在澳门参加WTT澳门冠军赛 比赛已经进入了白日化鸡蛋 那么在近期的比赛中也是连续爆出冷门 那么女队方面 备受球迷们期待的四位球员 成功会师半决赛分别是陈梦 身影沙王曼玉刘斯文 这也是东京奥运会的参赛选手 说明了刘国良知道确实是 眼光独到这四位球员 也是目前国拼女队中的佼佼者 那么然而 现在的对阵局面 也让很多球迷感到担心 那就是备受球迷喜爱的两位人气选手 身影沙和刘斯文将会在半决赛对阵 那么很多球迷既喜欢身影沙 又喜欢刘斯文 大家最不希望看到两位优秀的球员 面临着淘汰赛 那么因为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上面 不管是学赢学虚 必定会有一位球员被淘汰 这是球迷们最担心的事情 也是最不让意看到的事情 但是呢 竞技体育就是这么残酷 那么同台竞技 必定有胜者和败者 但是呢 在球迷心中 刘斯文能够闯进半决赛 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那么在结束了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之后 身影沙和刘斯文也是分别摊盘展望的半决赛 身影沙认为要向早姐学习 很珍惜和早姐交手的机会 努力向她学习 那么身影沙的表态非常的轻松低调 众所周知 现在身影沙已经成为了国拼女队的明日之星 不管是教练组还是球迷 对于身影沙都是寄予厚望 特别是刘国良指导 非常的看好身影沙 认为身影沙有机会成为中国体育新时代的偶像 那么现在啊 面临着工学老将刘斯文的挑战 身影沙也是放低姿态 抱着向刘斯文学习的态度 那么另外呢 刘斯文也是正式摊牌了 那么在前面两场女担比赛中 刘斯文都是很少对手 那么比赛的结果也是屈乎球迷的意料 说明了刘斯文 目前的实力依然非常的强劲 那么在前面受困伤病的影响 导致刘斯文发挥不佳 那么现在刘斯文上入归来 用趋势的竞技状态打消了外界的质疑 那么刘斯文表示啊 自己会放低姿态 只是想通过比赛啊 做好和林青球来对抗的准备 那么而且啊 刘斯文直接表示啊 身影沙很强很有特点 这是一场非常惊艰的比赛 希望享受比赛过程打出自己的风格 我们可以看出啊 在赛前 刘斯文已经放下了所有的包袱 抱着呢 逆拼身影沙的心态 那么呢 作为一名攻准老将 刘斯文现在啊 非常享受比赛的过程 那么这也有助于啊 刘斯文啊 操场发挥 那么也许 小早能够给球迷啊 带来巨大的惊喜 但是同时呢 面对着身影沙和刘斯文的淘汰赛啊 很多球迷啊 也是啊 这个啊 比较的担心 害怕啊 自己喜爱的球迷啊 被淘汰 大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欢迎全民留意 我们下次再见